這樣有,我也看到了,我也給你回禮了 好,謝謝 那請主席幫我恭請我們司法院的謝秘書長 謝謝 請謝秘書長 陳委員好 秘書長好,秘書長非常辛苦 那因為我剛剛有幾位 記者他非常好奇 他希望我來執行第一件事情 要先來請教司法院的秘書長 就是說因為外傳 謝秘書長即將要接任法務部的部長 那當然是不是事實 那你有沒有接受到任何的告知以及通知 那我是不了解 但是依照本期所了解 司法院秘書長的職務 事實上也非常重要 那假如說 你來屈就來擔任所謂的法務部的部長 事實上 對你來講 有一點 比較不公平 但是我們大家 還是期待 你能夠來接任法務部的部長 那所以說 今天用這個機會 是不是也能夠請秘書長做一個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剛剛的指教 那我想媒體報導應該都是傳聞 那我沒有得到過任何這個訊息 那司法院的工作也非常重要 那現在有很多事情要推動 要大院來支持的法案也很多 那不管是在學術界或是實務界呢 都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呢 都比我更適合這個工作 我相信 那個 內閣應該會找一個 最優秀的人去擔任法務部長 那有很多人比我更適合 謝謝 那秘書長 因為 因為依照本期所了解 你不管是你的法學素養 或者你的操守協士能力 都是一等一的 那當然社會各界對你評價非常高 那尤其本期也了解 在過去所謂的司法官的評鑑裡面 那你本身 就好像是排級第二位 那尤其也能夠得到很多檢察官 對你非常的肯定 那當然假如說有機會 去接任所謂的法務部的部長的話 那你個人會不會排斥 因為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的是 有很多人比我更適合 我相信其他人比較適合 謝謝 但是有很多的記者以及本期 我認為你也非常的適合 謝謝 謝謝 那我再來請教那個 我們那個秘書長 不敢答 因為台灣在2008年 同時也遇到所謂的世界金融大海嘯 那以及雷曼公司倒債的相關問題 那當然對台灣本身的經濟衝擊也很大 那當然相對也延伸很多所謂的勞資爭議的問題 那因為本期所了解就是說 在馬總統當初要進選總統的時候 他有提出一個叫做勞工政策白皮書 他裡面特地提到就是說 要設所謂的專者的勞工法庭 但是已經過了將近兩年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設所謂的勞工法庭 那本期也收集相關的資料 了解包括台北地方法院 他本身有所謂的不管是那個刑事法庭 或者是民事法庭等等 但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所謂的勞工法庭 那尤其我也查了相關的司法院的統計的資料裡面 有提到一點 在民國98年1月到10月勞資爭議總共有25901件 那有獲得調儲的部分 總共有34512人 那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還有上以有很多 大概有27017件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結果 那當然從這個數字裡面顯示 我相信勞工法庭他本身設置的必要性 是非常的高 那我也將這個機會 是不是能夠請民事長這邊做一個說明 到底我們司法院這邊有沒有任何的規劃 謝謝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勞工專庭 就是專人辦或是勞工法庭 除了離島的金門、澎湖、連江以外 是各法院都有設 但是我也要說句實話 委員可以看我們報告的附件一 附件一勞工專庭 我有一個書面報告 勞工專庭的部分 也會合作 也會希望說 這個辦這類案子的人 能夠做更多的訓練 在司法院行所 我們多開 有關勞資爭議等等 因為他必須要 要了解勞工的立場 或是他有很多專業的部分 希望他們做過比較多的訓練 那現在要做的是 不是色不色的問題 而是怎麼樣真正落實 真正專家 有專業的法官來辦這類的案子 那我們這個是持續在改善之中 我們也會再繼續跟大委會來合作 好謝謝 那這一點剛剛我們秘書長 他所提的部分 當然我是非常贊同 因為勞工議題的這個區塊 包括有關勞資爭議 勞工法令 他本身跟我們所謂的一般的刑事案件 比較不同 那當然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設所謂的勞工專庭 甚至於就是有關於相關的承辦的法官 也必須要有這方面的一些嘗試以及知識 那他在審理的過程當中 才能夠達到非常的公正 非常的客觀合理 那尤其本席也發覺就是說 有很多的一些所謂的不孝商人 當然我也肯定 台灣有絕大多數的一些生意人 本身也非常體系勞工的辛苦 但是總是有一些害情之麻 因為他本身官場以後 甚至於沿走他鄉 到國外去設廠 結果 針對勞工的相關的一些 他的權益的話 置之不離 所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勞資爭議 那我本身也身為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理事長 那所以說 我也聽到有很多勞工的心聲 那所以說我也就用這個機會 非常肯定積極的要來請教 以及拜託我們秘書長這邊 希望能夠盡速的所謂的設立所謂的勞工法庭 勞工專庭 因為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本席也查了相關的網站 他裡面只有寫到一點像 台北地方法院 他網站裡面有提到所謂的民事庭 刑事庭 以及三個所謂的專業法庭 包括交通法庭 家事法庭 以及少年法庭 但是就是沒有所謂的勞工法庭 了解 將來他在審判的過程當中 才能夠非常的公正合理 謝謝 我們一定照委員的這指示去做 好謝謝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秘書長 不敢當 因為我前陣子 有看到一份報紙 這個是中國時報 他裡面有提到一點 這個標題寫得很大 非常聳動 他說 事務官竟不甩法官 那當然我看到這個報紙以後 我個人也覺得非常的訝異 因為 既然就是說 事務官他能夠不甩法官 那本期是感到非常的疑惑以及不解 因為就好比就是說 事務官他本身有沒有審判權 沒有 司法事務官設置 他做的是 非審判核心事項 那現在就是辦理一些非送事件 跟強制執行事件 那有關審判核心事項 司法事務官是不能辦理的 是 那司法事務官自己可以單獨 處理的呢 就是非審判核心事項的 非送事件跟強制執行事件 那當然本期看到這個報紙以後 針對內容裡面有提到一點 就是有關於那個 司法事務官的部分 他針對所謂的法官本身的裁定 他既然不甩 就好比就是說 計策所謂的得益購家存這個案件 應該我們秘書長會講清楚 那當然我認為就是說 法官他本身有所謂的審判權 那當然他本身 所謂的司法事務官 他不能夠依照他個人的法律見解去抵觸到法官的審判嗎 不是嗎 他這個案子倒不是他不甩法官 根據我了解呢 因為報紙登了以後呢 我們有做初步的了解 大概司法事務官就應該是 是假處分 假處分 假處分的那個 假處分 處理假處分的時候 他沒有採 沒有採呢 高院的一個法律座談會的多數見解 因為有假說以說 他採以說 不是採假 不是採假說 那不過現在呢 因為這個制度 我們也怕說司法事務官 他畢竟沒有法官那樣的優秀跟法學素養那麼好 所以虧審判核心事項的 由司法事務官做的這個處分 當事人不符的話 可以聲明意義 聲明意義就會由法官來重新來審 再來處理 有這個救濟的這個機制 所以說起來不是他不甩法官 而是說這個司法事務官做的這個假處分的決定 沒有採多數的見解 那這個當然有時候在法官也會發生 因為法律見解本來 學法律的人都知道有假說以說 有很多說 那他採少數說 那造成了當事人的不滿 那當事人家是不符 他倒是可以向法院呢 聲明意義 那聲明意義以後 是會由法官來做處理的 對啊 那法官本身有審理權 司法事務官有審理權嗎 司法事務官對於非審判核心事項 他可以處理 他可以處理 比如說假處分這個 或是一些非送的事件 因為非送事件很多 那法官人力很少 人力很少 所以建構司法事務官這個機制 來處理不是審判核心事項的事物 讓法官可以請全力來辦好 審判核心事務的工作 審理工作 應該照理說 一般的所謂的司法事務官 他本身是來協助法官 來處理一般的行政東西嗎 他有一些不純是協助 他有一些是用自己名義處理的 用比較通俗的話 就是說比較不重要 比較不重要的 不是說 比如說民事判決 判誰輸誰贏 或是刑事判決 判被告有罪無罪 因為這個當然司法事務官是絕對無前的 他不可能去做這個事 但是有一些是純屬 非送事件不是那麼重要的 比如 發那個 發什麼命令 比如調解業務等等的話 像那個賈儲問這個呢 賈儲問他可以做 他也可以做 那等於說賈儲問的案件 本身司法事務官 執行賈儲問他可以做 那等於就是說有關於 不管是執行那個賈儲問 或是賈儲問的案件 那等於就是司法事務官 他有權利可以選擇 跟法官的裁定不相合 他倒不是法官的裁定 其實這個法官 這一件事法官並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還沒到法官 那他初步是司法事務官 他可以做處理 那處理的 假使說他處理這個不對 當事人不符的話 可以向法院來聲明議議 聲明議議之後 就會有法官來再做處理 那這樣的話 可能有當事人 會受到很大的一個損失 所以我希望這個機會 只是簡單點了一下 好 我們會檢查 我們會檢查 希望我們那個秘書長這一邊 能夠去詳查 好 我們會檢查 謝謝 謝謝